那我问你 你觉得第一次上 Open Mind 那个勇气比较大 还是你原本很保守 然后第一次约炮 哦 问的好诶 比较大 我觉得是第一次约炮 因为第一次上台 会有很多人鼓励你 就是去去去 可是约炮这件事情 要自己跨过那个心魔 哦 你身边有姐妹会鼓励你吗 还是你就默默自己做的那种 我好像还是有纠结 然后我还是有跟其他喜剧演员讨论 但是喜剧演员 你跟喜剧演员讨论 要约炮这件事情 我必须说跟喜剧演员讨论 任何议题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YES 而且大部分喜剧演员都是男生吧 对而且我觉得喜剧演员 他们的想法都是 大家都很开放 你想做什么事情 他们就说去去去 不管这些事情是好还是不好 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写成素材啊 对他们都说去去去去去 他们就根本不管你的死活 他们就这样做就对了 对对对对 对 所以真的是不要问喜剧演员意见 真的 对凯莉都是这样对我 我那时候是好像 诶我好像大一大二的时候 交了第一个男朋友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还是很保守 然后是后来 我跟我当第一任男朋友分手之后 我才开始用交友软体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很纠结说 到底要不要见网友 我那时候是连见网友 我都要有点犹豫 我就跟Michael嘛 Michael就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 他就说 夏琳你就去啊 你 可是Michael那时候 应该都还是处男 胃很重对不对 哦 没有吧 我想一下 他大学 他大学他已经开始那个PUA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很熟啊 因为他上过周日夜很多次 没有他有上那个啊 给约吗 他有上给约 哦 之后大家如果看到就会知道 对啊 他讲话就是有一个PUA位 哈哈哈哈 他就是教科书把没路线 他也是在大学这四年 从小处男变成PUA 哈哈哈哈 我跟他的那个 成长背景蛮像 从小春菇变成一个 这是正面表述的PUA 他是一个很正面的 他是很愿意鼓励女生 然后回应任何问题 都很像课本教他的那种 对对对 不是说他去骗女生 对他不是骗女生 他离那里非常远 他也不是说像那个 Andrew Tay一样 在诋毁女性 不是那个意思 我必须要讲一下 反正那时候我就是 跟Michael 我很常跟他聊 我的感情 呃心事嘛 然后反正他都是鼓励我 我就想干嘛 就去去去去去 所以后来我就跨出第一步 就跟网友约见面 嗯 然后约见面 一开始也当然没干嘛 然后第三次 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情不自禁就开始接吻 然后我当时还觉得说 哦不哦不 我还不是我男朋友 我怎么可以跟他接吻 可是因为那感情 这感觉就来了嘛 你这嘴巴就已经对上去 然后就开始已经 就是 哈哈哈哈 一个一个 天雷勾动 对然后 脖子开始在那边扭动 哈哈哈哈 这已经是那种 前戏的那个前奏了 我那时候还是很纠结 结束到底 要不要去开房间 要不要开房间 对对对对 但后来我可能还是 让我的那个 体内的那个欲望 带着我的理智走 我以为你要讲 你最后还是刹车 看来没有 哇 所以 可是我很好奇 你说这第三次 是同一个人 第三次 还是第三次约 第三个不一样的人 同一个人第三次 可是那时候 那还好嘛 我那时候 还是觉得 我不是跟他约炮啊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是约会 然后我喜欢他 然后感觉对了 我才去开房间 可是至少是同一个人 不是第三次不一样的人吗 哦对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真的到 约炮 就是那种 两个人一见面 就是来开干这种约炮 又是大概过了 又过了好几个月 你速度也蛮快 好几个月 你六年来的私立学校教育 在几个月内就没了 对啊 你的私立学校是 有教会的那种 哦没有 没有 可是是佛教吗 就是校长是前程佛教徒 我们不用拜拜还是什么 可是我们的毕业典礼 是需要去佛光山 然后跟着师傅们一起吃素 哦哇 好酷哦 对 OK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宗教性质 可是一点点啦 然后我觉得真正打开 我觉得约炮的大门呢 是因为我那时候约会 然后约会过几个男生 我会觉得说 哦我感觉 很喜欢这个男生 可是 发生关系的时候都觉得说 诶好像 姓氏不太合 可是我又很想要上 我又很有欲望 我就觉得 我那一刻我才觉得 诶我要正视我自己 身体的欲望这件事情 因为以前都会觉得说 我要跟男朋友 要矜持一点这样 对 要跟男朋友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 我觉得也是 可能是加入洗剧圈 一段时间 又变成洗剧圈 就是你的价值观就变开放嘛 会觉得说 诶其实两个人要在一起 并不是说你们两个做了什么事情 而是你们的心 有没有往同一个方向走嘛 所以 不见得是说 哦我一定要跟他牵手 或是我一定要跟他上床 我才可以跟他在一起 而是 你们有没有想在一起 这个心情 才可以在一起 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放下说 哦不一定要交往 才可以上床 这个心态 然后后面真的决定说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我去约炮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意识到说 诶其实我觉得我是有欲望 我还是会想要上床的 然后 我才觉得说 或许我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试试看 约炮这件事情 然后我才开始 呃约 不同人 见面 哦 然后就第一次就 哦 我第一次约炮的时候还是很紧张 因为我第一次约炮的时候 我那时候 好像心里是有喜欢一个男生 只是我觉得我们跟他 我跟他之间信不合 所以 但我又很想要上床 可是你 你那时候经验还没有到很丰富 你要怎么判断是合还是不合 因为通常要比较才会知道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身体会告诉你诶 凯莉你什么样发现 你合或不合的呢 你说我怎么样发现 因为如果是第一个的话 通常就会 可是他已经有四五个啦 那时候大概两三个 两三个 好像到 你到第几 凯莉你到第几个才发现合或不合 或者是哪一个性别 诶可是我觉得合不合 有时候也是频率啊 就是觉得这个人 你跟他的那个性频率好像不合 或是他很容易什么 软掉描射这种 很 很客观的 就是觉得好像不太行这样子 我自己好像是开始跟女生交往 然后开始有频繁的性高潮以后 哦 因为我觉得以前有时候 年纪稍微轻一点 就不要说几岁 年纪稍微轻一点的时候 好像就是会觉得说 女生好像比较男性高潮 然后你也会觉得 这好像很正常 嗯 那可是我开始跟女生以后 就是因为女生会陪你一起探索 我觉得在那之后 我标准就变成超高的 哦 我觉得我还没有 体会到这部分的那个美好 我说的是跟女生嘛 你会想吗 我不排斥 可是就没有遇到 目前还没有遇到让我觉得 你自己有想像吗 因为有些人会 异女到 就是会觉得好像会很奇怪 哦 比如说胸部会撞到胸部 会有些人光想像那个画面 就好像不太适合我这样 我 太具体吗 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接受 只是我目前好像 就我觉得我对于女生 好像是我对女体是有兴趣的 但我对于跟女生谈恋爱 好像没什么兴趣 那你在那个APP上面 那你有设说 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吗 呃现在没有 我现在是只想要跟男生约会 但我以前会 男女都看 可是我以前用APP 看女生 只是想要看其他女生的字节都写什么 哈哈哈 想要知道竞争者 那完全不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 那你会不会 开始约炮后 然后发现自己其实很容易晕船 有 没有这么想像的放得下 有 我刚好前阵子去上那个Peggy的 那个podcast嘛 然后聊完之后 她给我的结论就是 佳玉你根本就不适合约炮 然后 哈哈哈 我觉得确实 因为她是大魔王 对啊 她是我学姐啦 哈哈哈 你说约炮学姐吗 对啊 她现在定下来了好不好 她定下来了 啊所以她是学姐 因为她现在就是那个 她退出江湖了 对 金盆洗手 哈哈哈 那我觉得这就是个过程 而且你们都喜欢约外国人欸 所以我就是很 对啊 我很敬佩她 很值得互相切脱欸 对啊 我要向她学习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是约炮 只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欲望 然后我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我才去约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诶我怎么约约就很常晕船 然后 在一直在这个想约炮 跟晕船这个过程 一直轮回之后 其实蛮痛苦的耶 对 所以我后来就 比较少约了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认识自己的方式 因为我 你没有约我哪知道我这么容易晕船 嗯 你晕船是会想说 要一直跟对方联络吗 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很好奇 女生的晕船跟男生的晕船 有什么不一样 哦天啊 这个因为我 现在回想起来 感觉是两三年前的事情 我觉得我那时候晕船 好像就是 我会希望这个人 再更在意我一点 而不是结束完之后不见面 他就不关心我 可是我知道这好像是有点太多了 可是这有点就是打破了约炮的 对 的基本守则 可是我就是 我觉得人还是有感情啊 就是 对对我了解 我了解 我觉得对我来说 性爱分离这件事情 我没法做到百分之百 就我可以 我可以不用到 爱这个人 我才可以跟他上床 我可能对他只要有三十分的 的爱意 我可以跟他上床 可是这三十分的爱意 有可能会在那个 相处的过程中 再支撑成六十七十分 然后 这过程我就会想要更多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哦不不不不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跑 我不应该这样问 所以我就会一直 责怪自己 会觉得我不应该有这样的 情绪 或是这样的 需求 然后我就 然后这个很内耗 就如果好几个 对象都会有 让我这种感觉的话 我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约了 那当你第一个 觉得晕船的时候 你有办法 在晕船的状况下 可以赶快再去约第二个 或第三个 让自己 跟第一个的感觉淡化掉 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操作吗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 就是有时候我会逼自己 觉得说 哦那我现在应该 我是逼 还要逼自己 对哦 就跟运动一样 就觉得我要逼自己去健身 什么 这是什么 我 但我觉得 如果今天我要去World Gym 或者今天我要去 我好不想去哦 但却就说 啊来都来了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 就反而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 就假如说 我要忘记这个人 然后为了忘记他 我要找其他人 然后你 原本这个最棒的时候 这样有办法尽兴吗 不没办法 你的心会不会就是一直想着别人 会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太健康 可是这样对方 你当下在约那个人 你觉得他感受得到 你心思在别人身上吗 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在意 我觉得你跟 因为男生不在意嘛 因为男生只想要射啊 对 我觉得男生 因为我不是男生 我也不知道男生的 心态是什么 可是如果男生 只是把你当炮友的话 他其实根本就不在意 你跟其他人约会 或者是你 你还有跟什么其他男生 他们就真的不在意 除非他 他对你也一样动心啊 不然你对他的时候就只是 就是 露水情缘 那有男生也对你暈船的吗 嗯 这个安静是什么 因为我不太确定 什么意思 可以讲到什么程度 你现在是有暈船的对象吗 我现在我有喜欢的男生 但 有人喜欢我吗 我 我不知道欸 我真的不知道欸 你会直接问对方吗 如果你觉得 假设你现在有个喜欢男生 你会直接问对方说 欸你有喜欢我吗 你会直接这样问吗 还是你都用试探的 我用试探的 我有一点不太敢 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感情 还是有点偏被动 我觉得我有点极端 就如果我要主动 就代表说 老娘我忍不下去 我要直接问你 但我可能已经前面 小剧场很久 然后才决定这样一问 但他可能会觉得说 欸我们不是才刚认识 没多久 你怎么突然那么 那么drama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 我觉得应该 那以前也有一些男生 喜欢我 然后 是在约炮的过程的时候吗 我觉得好像不是 可能是约会过程中 约会过程 然后 他们可能有示好 然后我还是觉得说 欸好像 我那时候好像还是不太确定 说我到底是想要定下来 还是想要继续玩 我那时候就还 还不是很确定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 对他们来说有点抱歉 哈哈 反正不要检讨自己 都过了都过了 不要检讨 不要检讨 你又开始检讨自己了 不要检讨自己 结果很好奇 你开始约炮之后 你也会跟同性的 或者是同年龄的女同学 或女性友人 聊约炮这件事情吗 还是你只敢跟 喜剧演员聊这件事情 呃 我好像看人欸 当然跟喜剧演员聊这些 我都会觉得说 我不用先 我不用先下警语 就是 欸我接下来可能要聊 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因为大家都很开放 但如果是要跟我大学同学 或是高中同学 我就会看人聊 就 如果我知道他跟我很熟 或者是我知道他是 比较开放的人 我就会聊 然后后来 因为我开始做 Stand up嘛 所以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对 所以我也不用下警语了 他们自己要来过了 他们要自己 先做好心理准备 哈哈哈哈 这也是蛮好的啦 蛮酷的欸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 有些人 我的同学 他们可能看起来很保守 然后他们 遇到性方面的问题 他们不知道跟谁诉苦的时候 他们会先来找我 就像我刚刚根本不熟 好可爱 可是他们知道说 跟我聊是ok的 然后我觉得说 哇我觉得我现在这个 你是小老师了 对 我觉得我这个 Persona做的还不错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啊 就像现在所有欲求不满的 孕妇好像也都会思绪 真的 一样 我才说到 大概有没有 50封 50封很多欸 至少 而且我是没有算哦 而且是怀孕 期间 就是觉得好像很难打炮 然后互相交流 感受 这样 又有男生 就是老婆怀孕的男生 你男生也有跟你 大概也会私讯 我说他们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都是很有礼貌的那种 你看我觉得很棒啊 是不是很棒 因为一般来说 大家都不敢讲这些东西啊 我也觉得啊 我们两个突然喝成一磅 你要不要开一个podcast 我其实很乐意欸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我觉得你说那种年轻人约炮是一个 是一个坎 可是我觉得已经越来越主流了 可是我觉得孕妇打炮这件事情 好像要再踏步一点点 对 所以要在婴儿限定里面在家 啊 哈哈哈 这婴儿限定可以聊这个 这很婴儿限定啊 我说很适合那个节目 不是婴儿 可是要找一个人啊 因为这件事情我 没有 在 没关系 那你就问我问题就好啦 我有很多很多人可以分享 好 而且有一些很有名的人 那我都 因为他们看起来不能公布 那我在私底下 跟你说 我觉得蛮酷的 哦 都乐于分享 我觉得孕妇的 这个姓氏也是需要讨论的 这个就是越多人讨论之后 它就是变成越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你的爸妈你的家人 就是你开始在那边 大方的讲这些心爱约炮 他们有办法接受吗 哈哈哈 我觉得 他们会听这一集podcast吗 可能不会 可是可能我不太确定 看他们现在的3D进步到 什么程度 你的短片很多 就是讲的跟 什么一样 确实我爸妈 自从 就是 知道我开始全职做喜剧之后 他们会 因为他们身边的亲朋好 也会跟他们讲说 哎呦 我看你女儿最近很红呢 然后他们就说 啊我女儿怎么了 然后就会自己去google说 佳玉在干嘛 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妈看到的时候 她就是 你应该叫秀琴的 对啊 我的艺名就应该叫秀琴 我妈又找不到 我现在很后悔 哈哈哈 明天就会开始 大家好 我叫秀琴 秀琴脱口秀 我妈看到之后 她就跟我说 吴佳玉 你讲话 怎么会 怎么会那个样子啊 啊你讲那个都真的还假的 然后我就会说 她的重点是后面那个问题 对对对对 我就会说啊那都剧本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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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讲出来 哈哈哈哈 我们把这段讲到trailer里面 哈哈哈哈 希望妈妈不要看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些灰色 对对 就是看我妈 要宁愿相信这是个剧本 还是她女儿就是个荡妇 我觉得就是 哈哈哈哈 可是我也不觉得这是荡妇 而且这是第一有欲望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我真的觉得没什么不好 但是对那个年代的爸爸妈妈来说 是一个很大文化冲击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那个年代 而且他们有很大的peer pressure 我必须要说 他们真的非常幸好 我必须老实的讲 因为刚刚我听 佳玉在分享你刚内心的一些纠结啊 约炮啊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一直在想的 你的女儿吗 这件事情 哦 你的想法是什么 没有我一直在想说 当我女儿走到这个年纪 然后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相信 她未来那个年代 这种事情一定是更common 嗯 然后 而且可能还有更多花招 更多花招 已经不是你现在给 然后男生一定 AI啊什么的 男生一定是更 更多的花样来骗人 我说实话 男生就这样子 Michael已经进化了 对 比PUA更恐怖的招数一定有了 所以我在想说 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跟她聊天聊这些事情 就与其怕她被骗 还不如把她教育成 一个会骗人的女生 也不是 就是因为 就懂得保护自己的女生 我一直在想说 要怎么跟小孩聊性这件事情 很难啊 对啊 对啊 而且要让她觉得说 我是可以信任的 然后愿意跟 因为是父亲嘛 跟母亲 我觉得还搞不好比较好 会不会母亲会再简单一点 对对对 或者是很有经验的阿姨 之类的 可能只要靠 因为我 最后就是只要把她送来给我 对 或者给家瑜 送给家瑜 或者给Peggy 都可以 对啊 刚刚跟凯莉才聊到就讲说 就是以后如果有 因为我妈是一个很保守的女性 所以 我 我就会变成说 哦 我想要叛逆 就是 保守的母亲 有个叛逆的女儿 就会变得很放 就会比较狂妄嘛 然后就讲说 如果凯莉 她以后有女儿的话 她身出来一定是一个尼姑之类的 就是很保守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真的有小孩 我当然是很希望 可以跟她去谈性这个话题 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不会感觉好像太过 或是 太desperate 就是说 来吧 女儿 我们来谈谈性爱这件事情 对 可能也会让她不舒服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 因为你在讲的时候说 我要怎么面对 我女儿开始约炮这件事 而且假设像你一样 或者她甚至大学 假设出过毒 一定是会过得很开心 她遇到黑人以后 会不会永远不回来了 我不知道欸 但 我觉得我现在想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我爸妈 完全不管我啊 就他们很保守 可是他们也不管我 因为我跟我爸妈 几乎不会聊 任何我的私生活 他们只在意说 我 我有没有去上课 然后 有没有谈恋爱 那我也都 不跟他们聊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 的样子 好像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跟身边的朋友 嗯嗯嗯 所以好像 只能放牛吃草吗 我知道 我不知道 一定会有方法的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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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